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位日本的学者 冲正宏说过一席话 享受空腹的乐趣 以六分保望却老化 要花心思愚不吃上 又说过 享受空腹的乐趣 越饿越有精神 这才是真正的健康 这是我从书本上看来的 嗯 对 就像你现在的表情一样 一开始我以为又是哪个极端分子 还是博眼球的学者说出来的精识之语而已 那当我站在书店 花了点时间翻阅这本书的理论时 就觉得自己真的受益匪浅 今天就让我以断食的好处为背景 来讨论为什么我们要从如何不吃来下功夫吧 所以 到底 为什么我们要断食呢 嘿嘿 我想会点进来看的朋友 其实都已经比我厉害多了 所以下面 我认为简单的 大家应该都能理解的部分 就不长篇大乐 会尽量简短说明 但重要的概念我还是会详细叙述哦 第一 断食可减重 这个很好理解对吧 就是一天少吃一餐 降低总体的卡路里消耗量 养成习惯后身体虽然容易开启低效能机制 但同时也会降低内脏囤积脂肪的风险 但是前提当然是要配合良好的饮食习惯 才可以达到最佳效果哦 第二 对抗慢性病的效果 如果你还年轻的话 别跳过这一段黑 因为你也会老的 首先 疾病多半从体内毒素发展而来的 为什么体内会积累毒素呢 那是因为吃的太多 超过了新陈代谢的能力 无法代谢的废物只能暂时存放在身体的各个部位 其中大部分毒素存放在脂肪组织中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苦口婆心强调 燃烧体脂肪的原因啦 虽然你可能觉得自己圆圆的很迷人 但还是要小心哦 尤其是脂肪积累 而导致代谢能力较弱的情况下 体内比较会囤积脂肪的组织和器官中积累的毒素 会造成麻烦 感染 炎症 癌症等就是典型粒子 但是当实践断食也就是不吃的时候 食物的摄入暂时停止 身体可以专注于排毒 也就是说身体会自我进化 这就是断食少食效益的第一点 排毒 一旦体内毒素排出体外 就会留下一个干净的身体 这种自我进化是断食最大的效益 并不为过 体内毒素的排毒 这种自我进化不仅大大提高了免疫力 还加速了自然愈合能力 因此通过断食 生命力不由自主的提高 身体从内部变得干净 长期困扰的特殊疾病消失也是理所当然的 第三 不易生病 提到慢性病 或许我应该先说说生病 尝试过断食习惯的朋友 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自己 好像变得比较不容易感冒了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没有 那是因为啊 如果是间歇性断食 代表每天我们的肠胃得到修整 细胞自视功能被打开 所以上述的排毒现象也相对的比较明显 所以免疫力自然愈合力提高 体质会变得不易生病 对 我超有感的 另外 疾病的其中一个起因是血液循环不良 其中 微循环受阻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这是指末梢血管无法攻血的状态 但是啊 你知道吗 我们人体血管的95%都是毛细血管呢 最细的地方直径仅约4微米 然而 红血球的直径约为7微米 红血球怎么能穿过细小的毛细血管呢 红血球会自行折叠通过 但是 如果过度进食 或者摄取肉类等动物性食品 血液会变酸 也就是血液中的酸中毒 这样一来 红血球就会互相黏附 然后就无法通过毛细血管了 因此 末梢血管的血流受阻 末端组织坏死 病造就此形成 然而 断食后血液恢复到正常的弱减性 这样 红血球就不再互相黏在一起 而是会散开 微血管因此通畅无阻 如果这样啊 全身组织得到氧气营养 不易 生病 第四 不易疲劳 这具体展现在睡眠时间缩短 也可以维持体力的现象 曾经有一位日本学者说过 一日三餐需要九小时的睡眠 两餐需要六小时 一餐则只需三小时的睡眠 如果不吃 甚至不需要睡眠也没问题 嗯 对 我以前也不相信 但大家下次可以试试看 断食那天 真的中午比较不累 早上其实不用睡到太阳晒屁股 也可以整天保持充沛体力 因为一天三餐消耗的能量 其实比你我想象中更多 甚至跟跑步差不多 而这样消耗的能量会使 工作和任务更容易疲劳 这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吃过午餐后 感到昏会欲睡 无力的原因 简单说就是过时造成身体疲劳 可能大家会觉得 不是耶 莫妮可 营养师都告诉我 说一天要睡奶八小时 嗯嗯 我知道 但这里只是讨论断食后 可能不需要这么久睡眠的理由 所以不是鼓励大家用断食 来节省睡眠时间哦 第五 看起来变年轻 断食后 几乎没有任何例外 绝大部分的人都体会到了吧 皮肤都会变得水嫩和年轻 皮肤被称为最大的器官 它变得透明美丽 变年轻了 也就是说 进行了如此多的体毒排毒 皮肤变得干净 意味着内脏的排毒也进行了 换句话说 内脏也变年轻了 同时也意味着全身都在变年轻 时时断食的人 无意例外都被熟人惊讶的说 变年轻了 变漂亮了 这尤其在一天一餐的人 尤其明显 40岁看起来就像20几岁 第六 思绪清晰 这是一个大脑神经细胞排毒效果的理论 我们的大脑其实也积累了各种污染物 及体毒 这些包括磷 拱驴等重金属 还有农药 食品添加剂等等 这些脑毒沉积在神经细胞上 阻碍了神经细胞的电信号 定期的断食排毒 脑部的电信号就能顺畅流动 从记忆力到直觉力都会大大提高 具体来说 容易健忘的情况得到改善 例如 想不起熟人的名字 到了中老年 这种烦恼和无奈是任何人都会感受到的 然而断食后 之前卡住的记忆会让人惊讶的迅速浮现 第七 身材变匀秤 这个好处呼应第一 可以瘦身 在此让我们更详细的分析一下 这是因为断食有燃烧脂肪的效果 所以体脂肪会相对减少 但你可能不知道 根据学者的研究 这种燃脂效果会促进内脏脂肪减少 但肌肉几乎不会减少 所以呢 这也是说 从体型来看 如果将肥胖的状态归类于 中重度肥胖的O型体型 和轻度肥胖的H型的筒状体型 都会有效率的紧实身材 腰部有缩约的X型体型 对我们女生来说 胸部 臀部会保持 也有臀部拉体的效果 也就是说 可以达到健康的理想体型 然后对男生来说 专家则建议同时进行肌肉训练 这样就可以拥有腹肌明显的紧致体型 进行肌肉锻炼 会进一步分泌肌肉中的年轻激素 也就是说 肃型和年轻有双重效果 哈哈 以后肌肉训练不需要去健身房 只要你有在断食 就代表随时随地都在进行 让身体紧致的举动 因为又在锻炼的人应该都知道 肌肉是不会老化的 第八 嗯 其实以下这段 我本来不想提的 又有点害羞 哈哈 关于性能力的部分 但在书上看到觉得很重要 所以还是跟大家讨论一下黑影 断食有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其实是针对不应症患者的 据研究 空腹改也会提高生殖能力 也就是说 断食无论是男女 都能够有效提升性能力 不能生孩子的夫妇 如果一起实施断食 很快就会有孩子 在日本 据说很多断食道场等 收到了许多含泪的感谢信 在现今的社会 越来越多的夫妇苦于不孕症 越来越多人花大笔的钱 去进行不孕治疗 可能得支付高达20万元 30万元的惊人治疗费 却没有保证能一定有孩子 但是如果夫妇断食 自然会有孩子 此外 在日本也有针对男生性能力障碍 实施一日一餐断食以后 戏剧性的改善性能力的相关研究 第九 寿命延长 哎哎哎 小伙子小美女啊 别跳过别跳过 乖 知道你寿命还很长 但还是好好看一下 比较好黑 你知道吗 空腹感是很好的状态呢 因为长寿基因肯定会开解哦 因此 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 抑制老化 然后相对的寿命延长 就变得是理所当然的啦 专家对于各种动物实验表明 将热量摄取进行限制 饱腹感控制在三分之一到六分之一时 寿命大约延长了一倍 因此 人类的寿命加倍并非梦想哦 在中国 自古以来就有大还力的概念 其实人寿的极限是 120岁 意思是我没有任何病痛干涉 或是让寿命缩短的举动 人人都可以活到120岁 而所谓还力 就是指一甲子 60年 所以120岁就是只活了两次还力 你看看哦 很多日本的老人 60岁 70岁 甚至到80岁头发仍然乌黑 这是因为不吃而年轻 因为吃过头而老化 最好的证明哦 第十 情绪稳定 诶不是 Monica 我饿一个早上就很暴躁了 你现在跟我说断食情绪能稳定 别急别急 让我好好来分析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断食 会让思绪变得清晰吗 那是因为断食会从大脑中 排出各种神经毒素 没有了这些烦人的毒素 头脑变得清晰 感受性和直觉力变得比较敏锐 也就是说 虽然个性不变 该生气时还是会生气 但是你有发现吗 很多时候我们往都是气过了 才发现 啊我刚刚怎么气成这样 对 生气往往都是难以控制 所以气过了才发现自己刚刚好气 甚至很多人晚上躺在床上 想起孔夫子那句话 什么 嗯 前面忘记了 就是说三醒无声的那句 才发现今天气好久 但感受性和直觉变得敏锐 意思就是你会在当下 就察觉自己情绪是不稳定的 因此情绪控管会比较容易一些哦 会看到这里的朋友 想必对断食是真爱 不要告诉我 你开着去做其他的事 忘记关影片 所以看到这里 嘿我会哭哦 开玩笑的 今天本来想说到这里就停下来的 但是最近在学习断食方面 有很多想跟大家分享的心得 所以今天就要我们再来多聊聊嘿 下面我们一起看了十个断食的主要好处 想必大家也越越欲试了对吧 提醒大家要得到这些好处 必须要养成周期性的习惯 才能得到较显著的效果哦 提到养成断食习惯 就是指间歇性断食 虽然到目前为止 对于断食的研究 似乎还没有切切的去比较断食时长和效果的关系 但几乎大部分的医生和学者 都赞成自视现象开启的时间越长 上述的好处当然越显著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得到这些好处 就得想办法让自己在 不吃这件事情下功夫 在此分享几个观念给大家 这是我自己的心得吧 当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所以请斟酌参考哦 因为或许会跟一部分的人有一些共鸣 断食不是靠人 而是享受整个过程 如果你是正在进行断食 或是已经有相关断食经验的朋友 可能会有同样的感受 享受 整个断食的过程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脑袋里一直不断的在想 现在第几个小时了 还有多久可以吃啊 那整理会觉得度分如年 嗯 我确信大家应该有同样的感受 如果有请帮我留言 让我有配参考 嘿 我会感谢你的 其实饥饿不是说 二月九月两眼昏花 越没力气 以前我对饥饿也有很多误解 以为二六个小时已经很久了 八个小时做不定再不吃点东西垫肚子 等等可能会出人命 对 完全就是个小胖妹的想法 但后来才知道 原来饥饿是一阵阵的感受 首先我们要面对的可能是大脑提醒我们空腹状态 这段时间自己会明显意识到肚子空空的 大脑不但提醒我们该吃东西了 再来我们如果不理他 再来可能会有肚子咕噜咕噜叫的现象 有时候大声到上课坐在前座 都担心老师会不会听到那种 但是一旦过了以上这两条线以后 饥饿感就会逐渐消失 如果这时候我们再不理他 就会发现进入一个吃也渴不吃也渴的状态 以前我都觉得这是因为饿过头 所以变得不饿了的状态 但后来才知道这是血糖进入平稳期的一个状态 而我上面只得要享受整个过程 就是只从大脑提醒直到进入血糖平稳的状态 其实习惯了以后 这个过程是很享受的 对吧 伙伴们 是的是的 你看看哦 我们在进入这种血糖相对平稳状态以前 得经过大脑呀 肚子呀 一次次的提醒我们现在肚子饿的过程 而这些过程每次都让人有一种 哎呀再不吃不行耶的错觉 嗯 尤其是在忙碌的时候 例如有些人加班加到很晚 办公室里面零食柜打开 就觉得自己再不吃会死翘翘 所以就不管了 随便什么都往肚子里塞 仿佛在告诉自己先保住命要紧啊 但是先等等哦 你觉得血糖进入平稳的状态会饿死吗 哈哈 对我们习惯断食的人都知道并不会饿死 但人体的机制就是不断的在警告我们 并制造一种不吃就有可能失去性命的假象 让我们拼命在能吃时尽量去填饱肚子 尤其是拼了命补充碳水化合物 否则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而这种恐惧感恰恰就是关闭自视状态的最大阻碍 因为当我们好不容易经过大脑与空腹的考验 进入一种血糖平稳状态时 这时身体的自视功能会逐渐达到巅峰 会加强清理体内不必要的老废物质 癌细胞将它们回收 然后再利用 嘿各位 这是多么美妙的一段时刻呀 但是这种怕自己饿死的恐惧感 却一直来闹着我们 仿佛自视状态多开启一分钟都不好一样 所以你还觉得这种恐惧感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吗 聪明的你 看到这里当然跟我想的一样 对吧 我们要远恶有心事有才对 哎呦呦 突然觉得今天讲话好像老先生 连双关语都用上了 嗯 如果你决定要尝试断食来维持自己的健康 无论理由是什么 都必须要跟这种自视状态做好朋友哦 因为我们断食最大的目的 就是进入这种自视状态 好处我就不在赘述了 可以去放我前几周的影片 嘿 说到这里 大家都应该感受到 开启自视系统的重要性了吧 为什么科学家老说 168断食和186 204相比其实差不多 但真正踏进断食圈子里的各位 会很明显感受到初级的一天减一餐 到进阶的一天一餐之间的差异 对 就是差在自视系统开启时间的长度 虽然个人体质差异 效果不一定一样 但基本上理论是这种状态越久 能够清除更新 回收利用的时间 或是之前内容称为排毒的效果就越好 最后我们探讨自视状态下 我们的抵抗力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还记得日本以前古代有一句话 士兵若是没有吃饱饭 无法作战 而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 其实根据相关研究 我们身体启动自视机制时 这是一种细胞清理过程 可以帮助清除受损或老化的细胞组件 而清理细胞的人体清道夫 就是白血球为主的免疫细胞群 换句话说 这些免疫细胞群 在自视系统开启的状态 是相当活跃的 在这么活跃的状态下 譬如新冠病毒 流感病毒 在这个时候入侵体内 则会被正在体内大毁越的免疫细胞群 分分秒秒移除掉 这是为什么 以结论来看 其实有断食习惯的人 会觉得自己免疫力提升的理由 其实啊 不只是小小的感冒 或是新冠病毒 有研究指出 这个过程可能有助于减少各种疾病风险 例如 日本细胞生物学家 大于良典博士的研究发现 自视过程对于预防第二型糖尿病 帕金森市症 等于老化相关的疾病有重要作用 嘿嘿 所以我现在确信说出 士兵若是没有吃饱饭 无法作战的人 大概是误将自己身体的那种 饥饿恐惧感 当作是好朋友 才说出这种话 嘿 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花了很多时间探讨对吧 但希望对大家 有点小小的帮助 在我们今天断食的话题中 一起经历了不少精彩的话题 从身体健康到精神层面的转变 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最后总结的部分 提醒大家断食的核心 就是如何将饥饿感转化为我们的朋友 让自视状态成为促进我们健康的重要助力 是的 断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挑战 它对一部分的人可能是一场心理和身体的淬炼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学会与我们的饥饿感达成和解 当它出现时 我们要看清它的本质 饥饿不是敌人 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的身体信号 告诉我们身体正在进入一个更高效的运转状态 嗯 就是自视状态 当我们开始断食 身体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 当我们穿越这个阶段 我们会发现一片全新的领域 我们的身体会开始适应这种新的饮食模式 开始利用自身储存的能量 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自视 自视状态是一个奇妙的生物学现象 它让我们的身体开始自我清理 消除那些损坏或老化的细胞组件 从而使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和活力充沛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进入这种状态时 我们其实正在给予它一个自我修复和更新的机会 因此 关键在于如何让我们的心态与这一过程相适应 我们要学会将这种饥饿感 视为一种正面的信号 它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 正在进行重要的自我更新工作 当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变 将饥饿感从必须立刻解决的问题 转变为身体进入自视状态的正面指示时 我们就成功的将这个过程变成了我们的盟友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 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独一无二的 断食的体验和效果也会因人而异 重要的是临近自己的身体 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 不要因为别人的经验而盲目跟从 也不要对自己太过苛刻 还有啊 记住哦 断食是一场马拉松 而不是短跑 慢慢来 此之以恒才是王道 亲爱的伙伴们 让我们一起学会与饥饿感和平相处 将它视为通往健康之路的一个重要阶段 让自视状态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一起向着更健康 更活力充沛的生活迈进 Monica在这里为你加油 让我们下次再见啦